台中捷运率现已于2018年正式启动式运转 截至2019年1月底整体的进度已达81.61% 对于台中市捷运率现延伸大坑与彰化的规划 台中市长卢秀燕2019年3月11日强调 大坑近年人口增长 人潮也相当多 因此捷运率现延伸至大坑这条一定要做 至于延伸到彰化的方面 由于涉及其他的县市 台中市政府需按照交通部的规划 与其他县市政府讨论 目前中央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在帮忙 期盼两边都能延伸成功 记者邹志忠报道 台中捷运率现今年底市运转 2020全线通车 迎接捷运时代800路捷运快线公车先行 绿线可转成台铁山线及高铁 未来与台湾大道捷运蓝线建构为十字路网 希望实现中 台中进步中 让我们一起迎接捷运新时代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